今天老师就会分享比美的小青蛙的故事 这一天小青蛙飞飞和小青蛙娜娜争吵起来 谁也不让谁 小青蛙飞飞说 我最美,我的衣裳比你漂亮 小青蛙娜娜说 我最美,我的眼睛比你大 飞飞就还记得 我才是最美的 我的歌声比你好听百倍 娜娜就不甘失落地说 你说谎,我才最美 我的朴实本领比你强 这时候小花蛇压压路过 对他们说 世界上没有人是最美的 表面的美丽不能永久 心灵的美丽才能永恒 只有不断地去帮助别人 才是最美的 飞飞飞和娜娜听了 都点了点头说 哦,那我们一定要多帮助别人 从那以后呢 它们就变成了乐于助人的小青蛙 也变成了真正美丽的小青蛙 之外呢,小朋友们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故事中的两只小青蛙 为谁更美而真人不休 的确,这个世界上呢 很多都是视觉动物 总是追求美丽的食物 但是,什么是真正的美呢 表面的美丽是无法保持永久的 而心灵的美丽才是真正的美 这种美呢 受人尊重 被人赞扬 更是永恒的 所以呢,我们要保持一颗 真善美的内心 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老师跟分享就结束了哦 上上就宝贝们 你们都学会了吗 加油